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啟力行 隔空發功 玉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好,第三節 今天很感謝Ken和Alan一起做節目 其實兩個我都有看你們的節目 要有進步 最重要是要有準備 我最不喜歡現在的人做節目 資料又不看 到時又空窗上陣 說話 隨便交差 沒辦法有進步 我們這一節 講講昨晚的香港電影 金獎獎項項獎勵 當然這些已經是第十三 第十七屆 過去兩次我都做過評審 曾幾何時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香港電影好像越來越少 每年就拍了幾十部 大部分都是和中國合拍的電影 然後開電影 就是那幾間大的公司 環雅 林健樂 英王楊秀成 他們這些大的電影 老闆 他又要和大陸合拍電影 他們才有得搞 於是他偶爾就要拍一些政策的戲 比如建國大業 建軍大業 然後建黨大業 那當然合拍不是一定合調不好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也都和一些電影工作者談過 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包括和盧其鋒都談過幾次 他是很遲才去大陸拍電影的 他最難接受的一個 很多電影工作者就是 劇本審查的問題 那你變成 那個拍電影的題材 受到嚴格的限制 這個對於一個電影創作 來說就不是好事 當然香港電影的全盛時期 已經過去了 80年代到90年代 其實嚴格來說 70年代中開始已經是 昨天我都見到 有幾個新浪潮導演 就是其實在電視台出來的編劇 導演後來就變成 搞了一個新浪潮電影 包括張國明 徐克 許安華 這一堆 這一堆都是過去很多年的 電影金創作的 最佳導演 那當然是一個全盛時期 主要就是港產片 港產片是厲害到什麼地步呢 那時候只要你去拿到 星馬的版權 賣台灣的版權 你已經夠開了一部電影 接著香港票房就是賺的 我記得80年代 未至90年代 很多電影收到幾千萬 那時候幾千萬 很可怕的 是不是 幾千萬 很多電影都收到幾千萬 一部電影 就算現在的人 經常罵那個王晶 王晶有好幾部電影 都是幾千萬 因為那時候他的老闆 叫向華盛 那些賭字頭 賭神賭俠 全部幾千萬 圖鶴威龍 這些雷諾傳 每部都收到幾千萬 今時今日 香港電影 香港創作電影的票房 當然只有幾十萬 都有 還有 香港電影發展局是廢的 跟著這個商經局 商貿局經濟發展局 我做立法會議 我是資訊科技 廣播事務 主席我做了四年 我最清楚的 他說有筆錢給你拍電影 也是搞成一劈子 這樣 現在香港電影 一年都有幾十部 這個又牽涉到 我們現在講的 本土派的問題 所以我就想 我們現在看兩段 剪了出來的片 就是昨晚的頒獎禮 有兩條有討論的東西 一個就是古天樂樂 最佳男主角 他說什麼呢 另外就是王秋生 那段 我們可以放出來看 回來再聊 這兩個人 可以靠他母子是港獨的 是,這幾天真的很緊張 拿還是不拿呢 但我坐在這裡今晚 整晚我發覺一件事 最重要是 我們香港人 如何做我們香港電影 不知道呢 我從楚元叔 獲得中修程酬獎的時候 我在TVB和他一起拍電影 我坐在前面那一陣子 正在等候 當時我在演員 我問他一句話 我說楚元叔 你以前做導演的時候 你如何拍攝自己的電影 他自己說一句話 我學到今天 他說那句話就是 記住 永遠… 永遠 每一場戲 每一個對白 你不要放棄 埋到位置 再量度、再量度、再量度 因為一個好的電影 是不能放棄的 到Pauline獲獎 真的 我想我們現在 很多香港的從業員 在現場 大家都認識Pauline 真的 Pauline在我們心目中… 不知道 不要說到剛才那樣 是演員才認識他 不是 他整隊演員裡面 是一個開心果 很開心 他帶給我太多的歡樂 不是只有XO象的問題 我很想說 我們香港人今天要團結 我們今天一定要做好 我們自己的香港電影 這是我很想說的 上星期 我跟一個朋友 聊天說 寫劇本 最重要的元素是甚麼 他說 最重要的是有兩個元素 一個元素 就叫做出人意表 另一個元素 就叫做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我說 出人意表和意料之外 跟一樣東西 他說不是 有一點點不同 出人意表 就是 你猜不到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就是很合理 但你也是猜不到 我先說一些技術的問題 剛才黃秋生 他做頒獎嘉賓 那個稿 就是過去的做法 一定是金像獎的委員會 大家會讀些gag寫稿 因為他會令到節目的氣氛 比較好 其實秋生這幾年 電影金像獎 都是靠買gag 靠他的表演比較好看 因為他有一段 所以大家可以去YouTube 找他之前說的那些 是嗎 但是秋生這段 我認為是他自己寫的 OK 他自己寫 就搞定了 就搞定了 秋生你自己搞定 沒有人幫你寫 是嗎 古天樂那段也是 他寫了有紙仔 但他都不照紙仔說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東西是不善辭令的人 你有沒有看到 是嗎 因為你有些上當去都算了 又有笑位 又有gag位 都算了 因為他是一個表演來的 但是你看到 故事沒有的 是 他是說得很悶悶悶悶的 是嗎 其實說來說去就是 一會兒香港人要團結 香港電影 就說這些東西 那 那 黃秋生那個 就是他自己寫過的 出人意表 意料之外 兩個分別是什麼 都是跟香港電影有關 是嗎 那他這個就是因為現在 他做最佳編劇的那個頒獎嘉賓 那從那裏就去量度 那他就任你說而已 那有些多數說 編劇應該做些什麼 說這些 他就在這裡說這個話題 這個話題 很明顯就是針對成龍 最近說香港是中國電影 這兩個人 如果按照黃志民的邏輯 這兩個人都是港獨 但是其實就很可憐 他們要繞圈來說 你不可以異性慈嚴 在這個場合上說 我們一定要拍好香港電影 一定要香港為本位 是不是 合拍不是香港電影的 這個 這個 不是香港電影的主題 合拍是 一定是港產電影 先走 大哥 有沒有人敢這樣說話 現在 於是就要繞圈這兩個人 是不是很淒涼 其實是 嚴格來說 要繞圈 要人家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是不是 多糟糕 其實又反映了香港的問題 在哪裡 你看香港電影 還有他講這些話的時候 下面沒有掌聲 是啊 不敢敢拍手 真是挺可憐的 你說 所以不用23條 香港言論自由 已經是有限 是不是 不敢拍手 看到那些拍掌位 大哥 是否會被人封殺 我怕被人封殺 他現在這樣說 就不能封殺他 他都說到這樣 是我們現在解讀他 我現在這樣解讀抽身可以打電話 我不是這樣說 我不是這樣的意思 我不知道 他可以這樣 就是這樣解 他可以反過來 我不是你解讀 我沒有這樣說過 很糟糕的 因為現在 我讀三巨頭 他就說 還有沒有香港電影 真的 這句話很沉痛 老實說 還有沒有香港電影 應該是還有沒有香港 沒有電影 還有沒有香港 等於是 這兩個還不是本土牌 這個是我講 不關他們的事 但本土牌沒有問題 不要害他 這個是我講 我看完之後 我的分析 不關他們兩個的事 我兩位都很熟 不要害他 我昨天才發了個訊息給古仔 恭喜你 不要害他 我不說他們兩個 但本土有什麼問題 你住在這個地方 你當然會想這個地方 那個叫香港電影金像獎 那不是中國電影金像獎 成龍的仆街 香港電影也是中國電影 不如下年合併叫中國金像獎 就是了 做一個中國金像獎 就是了 香港的中國一部分 台灣金馬獎 當然香港金像獎 合併 和大陸的一切 中華金像獎 就是了 中華金像獎 但又不行 因為中國又不認香港電影 因為不斷頒布法案 最近又新增了 限制廣告舞台的演員幕後 去參與中國的影視製作 香港的演員到大學拍戲 全部的定位是境外人士 那裏才慘 我不明白 為何人們想認知中國人 為何不斷 你根本中國就不承認 你們香港人是中國人 你們硬要別人 拿面貼別人的屁股 我不明白 這麼多高官都派自己的子女出去外國 人家擺明是屁股自己不想吃 然後跟你說這屁股好 參加國民教育 向中國大陸 你這群人真是搶著奶的問題 我有時都說 不要這麼政治化 大家不要講邏輯 可能太深邏輯這個字 我們講常識 或者不要被人騙 人家擺明是不吃的 你走過去的奶 家人沒有教你嗎 就算看香港 田影金像獎頒頒獎禮 過去這麼多年 你頒給那些人 主要都是香港人 就算昨天 你最佳男主角 是誰 古天樂 女主角 毛順軍 導演許安華 導演許安華 全部的得獎者 都是香港人 那些是香港電影 你拿大陸電影來香港 入最佳影片 合拍電影就有 但我知道有些平審 如果你有合拍電影 他也不選合拍電影 為甚麼 不是 殺破狼 貪狼 那些是合拍 平審而言合拍電影的質素 不要說票房 因為票房是高 但在金像獎 平審的角度 質素是低的 沒有政治意味 不關政治不政治問題 但為何是低 就正如黃先生所說 他們審查過劇本 你在那麼強烈 在審查中 怎麼會有好的作品 如果我要想一份稿 或者想一份劇本 我就會想 哎呀死火了 這個地方 會不會得罪到某些正宗人 有時可能這個位置 講政治 會不會太過敏感 又不給出 講劇本 是要講賺錢的 這些事情 很大事 很現實的 所以舉個歷史的例子 你歷代這麼多朝代 最好的文學小說 戲劇作品一定沒有在清朝 清朝是最少的 雖然也有 但是少 因為清朝的文字獄非常厲害 一定不會夠 春秋展國 或者唐宋其他年代為的 其實我看到他昨天成龍 這樣坐在那裡 這個人真的不知道 會不會聽 不會不會聽 這麼蠢 很難說的 這個東西很蠢 不是很蠢 喂 很低低 但是他那句 很有文露 我講得很清楚 對嗎 他上個月說過 再沒有香港和中國電影之分 只有一種電影 叫做中國電影 哇 有文露 寫定稿 被他背了很多天 這樣說 我不明白 他是全國政協 他是全國政協 如果下次有機會看到 大哥知道什麼叫全國政協 他一定不會解釋 不知道 全國政協 全國政協 這些全名叫什麼 真的不知道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與全國委員會 簡稱全國政協 是不是很長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 全國為勇去 很有共產黨的那種 假裝碟屋的官員機構 全國政協 一定不會 我告訴你 有根據全國政協 乾膽相照 榮辱與共 要跟共產黨 是嗎 我很不明成龍這些人 都算是明成利就這麼多年 還要做這些拆鞋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其實在那個氛圍裡生活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但他有出國際拍攝 有獨立思考 理論上 我就是不明白這些人 為何去到外國拍了這麼多電影 那個思維仍然停留在中國這些 落後的政權思想 但還要歌功仲德 你不說話就算了 就像周星馳那些 都不會經常走出來 不斷說中國好 他也是政協來的 他也是政協來的 政協也有分格 測鞋都可以測得不太出面 你問周星馳 會不會支持本都支持港度 一定不會這樣說 但會不會直接說到 總之之後 從夏年開始 就沒有香港電影 只有中國電影 周星馳 他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這個是很特別的人 我就不知為何他會做全國政協 但是我記憶中 他就很少說政治 他曾經在訪問 被人問及說 一些政治的問題 覺得香港的電影 是否應該還有一個獨立的創作自由 他也是說 當然應該要 但不關政治的問題 而他想做全國政協 只是想用這個手段 去推廣香港的電影 這個是你跟他解釋 或者說法 其實這個人是很有創意的一個人 你看他沒有看過《西遊記》 是的 他在《西遊記》拍到這樣 出神入法 他想一些裡面的小說 沒有的東西 你知道嗎 我最記得那時候 他跟那個劉珍… 劉珍衛 是的 兩個都是竅王 大哥 那西遊記 你明白嗎 他真的沒有看完《西遊記》 我擔保 他承認了 承認了 就是創意 但電影就是這些東西 那兩出《西遊記》 不是只是搞笑 裡面有說到《生命無常》 是一個很結出的創作 我想補充一下 中國電影、香港電影的概念 其實這麼多幾十年以來的香港電影 香港電影其實可以劃分為幾個類別的 就是本土的電影 另外就是一些民族電影 或者所謂的中國電影 另外一些是告布賴西紗 或者是亞洲的電影 而香港最大的成就往往都是一些本土的電影 例如剛剛說到周星馳 他以前幾十、十多年來的 十多套什麼《西遊記》 或者在前期的一些《徒學威龍》 那一堆籌品正正就是本土電影 那當然以往的香港電影 都有一些民族的中國電影 但如果將香港電影轉化為 只是單相信的中國電影 那沒有了那堆本土電影 那不會再有什麼《徒學威龍》 甚至無間島 都是一些本土電影 都在香港發生的話 那香港電影的發展一定會非常停滯 你拍中國電影 你怎麼會拍得比大陸人好呢 當世界已經不斷地全球化的時候 怎樣可以有自己的特點 當然就是由本土出發 如果你連這些特點都要消滅的話 那你怎樣可以爭取到不同的支持 爭取到令人受歡迎 人家只要看 可能好像以前那樣喜歡Oriental的東西 現在就是要看香港本土有什麼特色 我不管是無離題 或是飛片也好 你要有本土才能吸引到 全球人的觀眾的支持 並不像現在的一體化 那你不如說那句 就像阿Ken所說的 不用要香港 可能下年就 成龍的說法是很發人心醒的 這個 如果你將它可以變成 現在沒有香港和中國電影之分 以後只有一種電影叫中國電影 體育、宗教、文化全部都可以 有很多的蠻人 key 還有一個蠻人 key 還有一個蠻人 key 就是說 不要經常說西方國家表象是什麼 中國有中國的做法 這個也是蠻人 key 中國自由做什麼也好 我不管是綠色屠殺也好 一地兩檢也好 犯法也好 怎樣也好 因為中國有中國的做法 只要你出了這一句 不管任何邏輯、常識、道理 他都是贏的 那你不是一個反治社會 是反治的 但現在問題就是 你不是變成一個反治社會嗎 人最寶貴的地方 就是你會思想 你會獨立思考 這才是最寶貴的東西 那什麼意思 人家說什麼 我跟著他說什麼 那多容易 羊群 那些不是人 這樣一個世界 沒可能有進步 不要說進步 現在是惡化的情況 等於現在中國裡面 也有一些所謂經濟學家 他們在研究 如何突破經濟的瓶頸 如果他只有一套東西 那他永遠都做不到 對 講起經濟 共產黨本身的宗旨 是要取消私有制 現在中國共產黨有沒有做到 那麼吉利沒有做到 所以今天 取消了私有制 就什麼都沒有了 對 國家就什麼都有 現在中國是否行社會主義 和共產主義 你讓馬拉斯看到 現在中國是否行共產主義 但我覺得這個也不重要 你改了黨名就可以了 那黨名就可以了 你明正言順 你現在說你是社會主義 那你什麼社會主義 我們研究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有幾百種樓牌 你原本那種叫做 科學的社會主義 馬拉斯那種 那你現在是什麼主義 你一定不是社會主義 你又不能說他完全不是社會主義 他也是叫做 計劃的自由經濟 你自由經濟 但前面加計劃兩個字 其實這套東西是孫中山發明的 你學來學去都跳不出這個範疇 台灣也叫做計劃的自由經濟 現在慢慢就不是 台灣當年也是叫做計劃的自由經濟 它是自由經濟 但是計劃的自由經濟 不是資本主義 但是台灣現在已經變成資本主義 所以問題就是 現在大陸那套是什麼 基本上他自己都說不出 還一直說共產黨 說共產黨 不是說思想 是說共產黨這個政黨 它要掌握權力千手萬勢 這才是一個目的 這個甚至不是一個論述 不是論述 一定不是論述 論述就不是這些 論述就是 如果你跟馬克思 那個論述就是 你共產黨是以後不會存在的 是啊 因為你共產革命成功 無產階級專政 然後邁向共產主義天堂 那還有什麼共產黨 最終目的可能沒有政權 對嗎 所以他當年有所謂 國家毀邪論 工人無祖國 對 都是這個理論架構 很多現在是白左 以色靈體研製 到最後就是要去到無政府 真正的共產主義就在北後 是 是嗎 是 羅威、芬蘭、瑞典、丹麥這些國家 真真正正百分之百共產主義 小國寡物 喂 他要交五、六十個百分之百稅 你賺的錢 超過一半是要納稅的 但是別人這樣 跟搖南到墳墓 你也不用擔心 是啊 分別就是這樣 那個就是共產社會 那個嚴格來說就是 當年孔夫子二千多年前說的大同世界 可以這樣說 對 那個就是社會主義 接近空想社會主義 不是所謂的馬克思 我不想主義 我個人覺得 但是做得到 是啊 老有所忠 又有所掌 關寡 孤獨 廢宅者 皆有所養 做得到 那北歐這些國家是否做得到 很多國家都會 老有所依 又有所掌 狀有所用 關寡 孤獨廢宅者皆有所養 人家真的是這樣 但是你當年共產主義的理念 也是這些 馬克思 你看他的資本論 是啊 但現在 我還有一套誠如價值 學說在我的書房裡面 還有一套這麼厚 現在看到你已經睡眠了 好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兩位年輕朋友 來幫我們一起做節目 謝謝羅先生 謝謝羅先生給我機會 大家可以看到 最重要的是 交月費 支持這些年輕人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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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